如果你有情感方面的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倾诉哦 让我做你最好的倾听者 聆听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作者 花雨池 原创不易 抄袭必就 如若转载 请注明出处 助 原著与电视剧有出入 人到中年才懂 安洁对安心的那句暗讽 彻底戳破了人性最大的恶毒之处 因为没有经历过别人的困难 便无视掉旁人的痛苦 因为没有感受过黑暗 所以才会居高临下的指点 事实证明 这世间从不会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两相比较之下 原助理旁边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我看着眼前的小妹 她不再是小时候 依偎在我身边的那个小妹了 在嫁给姜德福后 原本生活水平相同的两姐妹 突然开始了天差地别的日子 尤其是同小妹对比在岛上的日子时 两相比较之下 安心的心里 很不适滋味 看着妹妹有着好的生活环境 有关心疼爱自己的丈夫 不像自己一般风雨飘摇 为了生计奔波 跟着欧阳逸一起 在海藻上吃苦受罪时 她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即便在骆驼 在难堪的环境 她都没有抱怨过 优雅到底是安心的代名词 因为有些人 致死从容 但是有不平 人在两相比较之下 是很难维持住自己的心态的 自尊心的尾巴 一旦被踩到 人便未必能够保持冷静了 尤其是在她 无意间听到美眉的讽刺时 在巨大的差距 与对比面前 人是很难去保持冷静的 所谓的感同身受 安杰生产后 将德福请了安心过来照顾 一来对方有过生产双胞胎的经验 二来 安心当时所处的环境并不好 接她过来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照顾 可两姐妹的争端 也正式发生在这场 始于好心的照顾里 葛美侠来到家中 她望两个孩子 此时 安心按礼节端了一杯茶 给葛美侠 葛美侠端着杯子 受宠若惊的站立在床边 说起来两姐妹的对比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 您请用茶 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有什么好听的 这是大户人家的用人 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而此时 安心捧着一碗汤 当场愣愣在门外 用人 端茶倒水 这几个词 很明显扎了安心的心 很显然 安心是那种 可以吃生活上的苦 却不能吃精神上的苦的人 何况 安洁对着葛美侠的随口一说 即便是作为身份不同上的炫耀而言的 可对于今时今日的安心来说 却依旧是扎心的一面 而那晚将得花推门而入 说起安洁 同渔霸出身的葛美侠交往时 这无疑又在安心的心头上扎了一针 这也不由的 令安心想到了自己如今的出身 事实证明环境影响人的同时也在改变人 但安心始终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他还是顾及了当下的环境 第二天在同安洁聊天的时候 提醒了地方要注意影响 可两姐妹接下来的对话更是无比扎心 哼 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而人骆驼的时候是很敏感的 安洁自驾人后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同样的 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会有感同身受这回事 此时安心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怒火和委屈 他感慨于美眉如今依旧天真的想法 感慨于他不知晓爱界世界的险恶 更感慨于他的出口伤人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了 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难道我们之间说话也得注意影响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可此一时彼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呢 你这么明知故问 你觉得很舒服吗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像你说的 发发牢骚而已 既没意思 也没意义 姐 你真是变了 也许 也许我变了 我怎么可能不变呢 你也变了 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我变什么了 你变得不知天高地厚 你变得身在福中 不知福 我身在什么福中了 安心之道 如此再争执下去 并没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就此打住 我们时常说 造化弄人 经历让人改变 这话其实是没错的 人在改变之后 最终并不是说观点有分歧 而是某一方 连分歧在哪儿都不知道 便如此时 安心与安洁的这段对话 跟别人比 你就知足吧 跟谁比 跟别的女人比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 跟我比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 都没有吗 难道我就说了一句 请用茶 就真的成了用人吗 最后安心自嘲般的回应 我是谁的用人 我是你的用人 而这 才是最残酷的事实 现实是 安洁如今嫁了个好丈夫 是军官太太 是住在海岛上 教书受人尊重的安老师 而她的安心 同样大学毕业 有着满腹的文化知识 却只能在小海岛上压面条 甚至连孩子都无暇顾及 而当初安洁那句 才五块钱 不贵 更是最刺入人心的残酷现实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 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为之苦楚 不信神佛 因为没有经历过 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过去 因为没有痛苦过 所以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原谅 当时安洁所处的环境 和安心所处的环境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 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差距时 两姐妹才会闹矛盾产生分歧 而人往往都是有极度心的 事实证明 这世上从未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 安洁说这话的时候 或许是无心之失 但往往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何况安心 当时一家人又处在那样的境地里 他难免在自尊心上会受到抨击 要知道 人在骆驼的时候 如果连自尊都被践踏的话 那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正因为身处卑微 所以才会在一家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去 挺起脊梁骨 挺起那份谨慎的自尊 即便知道没什么用 却也恰恰知道 要自尊自爱 才能够坚持生的希望 何况 为什么剧中 欧阳亦一家平凡时 江德福会叫对方欧阳 却又在平凡之后的 叫对方老欧呢 正是因为境况不同 人所面对的形式不同 才更加会予以尊重 予以平凡 毕竟从来都是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太难 何况 这注意的 不光是影响 还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 拿得起 放得下 剧中 在安心即将离开的前一夜 安杰陪姐姐谈心 追问姐姐这些年的感受 安心第一次对安杰生气了 你让我说什么 这些年的委屈还是不如意 安心哭了 安杰却说 我真看不惯你现在 你来顺受的样子 可说到底 为何安心会像如今这般 你来顺受呢 安杰说的那些话 不是不伤人心的 只是 未必人人都能做到感同身受 本质上 他们都是同样的出身 却因为嫁的人不同 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和环境 或者不同的生活 而命运就是这么的无常 这么的奇特 人性的残忍之处 就在于 明明话说出口 知道伤人的很 明明知道可以避免 却还是选择将话说出口 字字如刀 扎人的心 可说到底 不过是个人有个人的生活 个人有个人的苦难罢了 到底都抵不过一句造化弄人 而姐妹之间 即便有小摩擦 都不过是小磕小碰 终归抵不住多年的情意 上天选择 让她受这样的苦 不过是时运的问题罢了 放下来 也就好了 剧中 欧阳义同安心最终迎来了平凡 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公平 而她最后随着安洁 一起回到海岛上 怀念一切的时候 却也看透了 命运已痛吻我 我将抱之以歌 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岛上数年 她同欧阳义所遭遇的 也不止这些 这个世界上 有好人 就会有坏人 同样的 也会有善良的人 在邮轮上 他们望着岛上热烈鼓舞欢欣的迎接时 不由得会心一笑 她从来 都是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杏子 事情过去了 那些不好的过往 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作者 花雨池 自由撰稿人 兼具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 专注女性成长与情感方面的写作 立志做一个努力写作 热爱阅读的女子 热爱文字之美 卖字为生 相信有一天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有情感方面的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倾诉哦 让我做你最好的倾听者 聆听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作者 花雨池 原创不易 抄袭必救 如若转载 请注明出处 注 原著与电视剧有出入 人到中年才懂 安洁对安心的那句暗讽 彻底戳破了人性最大的恶毒之处 因为没有经历过别人的困难 便无视掉旁人的痛苦 因为没有感受过黑暗 所以才会居高临下的指点 事实证明 这世间从不会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两相比较之下 原助理 旁边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我看着眼前的小妹 她不再是小时候 因为在我身边的那个小妹了 再嫁给姜德福后 原本生活水平相同的两姐妹 突然开始了天差地别的日子 尤其是同小妹对比在岛上的日子时 两相比较之下 安心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看着妹妹有着好的生活环境 有关心疼爱自己的丈夫 不像自己一般风雨飘摇 为了生计奔波 跟着欧阳义 一起在海藻上吃苦受罪时 她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即便在骆驼 在难堪的环境 她都没有抱怨过 优雅到底是安心的代名词 因为有些人 致死从容 但是有不平 人在两相比较之下 是很难维持住自己的心态的 自尊心的尾巴 一旦被踩到 人便未必能够保持冷静了 尤其是在她 无意间听到妹妹的讽刺时 在巨大的差距与对比面前 人是很难去保持冷静的 所谓的感同身受 安杰生产后 将德福请了安心过来照顾 一来对方有过生产双胞胎的经验 二来 安心当时所处的环境并不好 接她过来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照顾 可两姐妹的争端 也正式发生在这场 始于好心的照顾里 葛美侠来到家中 探望两个孩子 此时安心按礼节 端了一杯茶给葛美侠 葛美侠端着杯子 受宠若惊地站立在床边 说起来两姐妹的对比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 您请用茶 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有什么好听的 这是大户人家的用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而此时安心捧着一碗汤 当场愣愣在门外 用人端茶倒水 这几个词 很明显扎了安心的心 很显然 安心是那种 可以吃生活上的苦 却不能吃精神上的苦的人 何况 安杰对着葛美侠的随口一说 即便是作为身份不同上的炫耀而言的 可对于今时今日的安心来说 却依旧是扎心的一面 而那晚将德华推门而入 说起安杰 同于爸出身的葛美侠交往时 这无疑又在安心的心头上扎了一针 这也不由的令安心想到了自己如今的出身 事实证明 环境影响人的同时也在改变人 但安心始终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他还是顾及了当下的环境 第二天在同安杰聊天的时候 提醒了地方要注意影响 可两姐妹接下来的对话 更是无比扎心 哼 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而人骆驼的时候 是很敏感的 安杰自驾人后 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同样的 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 会有感同身受这回事 此时 安心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怒火和委屈 他感慨于 美媚如今依旧天真的想法 感慨于 他不知晓外界世界的险恶 更感慨于他的出口伤人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了 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难道我们之间说话 也得注意影响吗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 可此一时比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呢 你这么明知故问 你觉得很舒服吗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像你说的 发发牢骚而已 既没意思 也没意义 姐 你真是变了 也许 也许我变了 我怎么可能不变呢 你也变了 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我变什么了 你变得不知天高地厚 你变得身在福中 不知福 我身在什么福中了 安心之道 如此再争执下去 并没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就此打住 我们时常说 造化弄人 经历让人改变 这话 其实是没错的 人在改变之后 最终并不是说 观点有分歧 而是某一方 连分歧在哪儿都不知道 便如此时 安心与安洁的这段对话 跟别人比 你就知足吧 跟谁比 跟别的女人比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 跟我比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 都没有吗 难道我就说了一句 请用茶 就真的成了用人吗 最后 安心自嘲般的回应 我是谁的用人 我是你的用人 而这 才是最残酷的事实 现实是 安洁如今嫁了个好丈夫 是军官太太 是住在海岛上 教书受人尊重的安老师 而她的安心 同样大学毕业 有着满腹的文化知识 却只能在小海岛上压面条 甚至连孩子都无暇顾及 而当初安洁那句 才五块钱 不贵 更是最刺入人心的残酷现实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 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未知苦楚 不信神佛 因为没有经历过 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过去 因为没有痛苦过 所以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原谅 当时安洁所处的环境 和安心所处的环境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差距时 两姐妹才会闹矛盾产生分歧 而人往往都是有极度心的 事实证明 这世上从未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 安洁说这话的时候 或许是无心之失 但往往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何况安心当时一家人 又处在那样的境地里 他难免在自尊心上会受到抨击 要知道人在骆驼的时候 如果连自尊都被践踏的话 那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正因为身处卑微 所以才会在愈加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去 挺起脊梁骨 挺起那份谨慎的自尊 即便知道没什么用 却也恰恰知道要自尊自爱 才能够坚持生的希望 何况为什么剧中 欧阳亦一家平凡时 江德福会叫对方欧阳 却又在平凡之后的 叫对方老欧呢 正是因为境况不同 人所面对的形式不同 才更加会予以尊重 予以平凡 毕竟从来都是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太难 何况 这注意的 不光是影响 还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 拿得起 放得下 剧中 在安心即将离开的前一夜 安洁陪姐姐谈心 追问姐姐这些年的感受 安心第一次对安洁生气了 你让我说什么 这些年的委屈还是不如意 安心哭了 安洁却说 我真看不惯你现在 你来顺受的样子 可说到底 为何安心会像如今这般 你来顺受呢 安洁说的那些话 不是不伤人心的 只是 未必人人都能做到感同身受 本质上 他们都是同样的出身 却因为嫁的人不同 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和环境 过着不同的生活 而命运就是这么的无常 这么的奇特 人性的残忍之处 就在于 明明话说出口 知道伤人的很 明明知道可以避免 却还是选择将话说出口 字字如刀 扎人的心 可说到底 不过是个人有个人的生活 个人有个人的苦难罢了 到底都抵不过一句造化弄人 而姐妹之间 即便有小摩擦 都不过是小磕小碰 终归抵不住多年的情意 上天选择 让他受这样的苦 不过是时韵的问题罢了 放下来 也就好了 剧中 欧阳义同安心 最终迎来了平凡 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公平 而他最后随着安洁 一起回到海岛上 怀念一切的时候 却也看透了 命运已痛吻我 我将抱之以歌 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岛上数年 他同欧阳义所遭遇的 也不止这些 这个世界上 有好人 就会有坏人 同样的 也会有善良的人 在邮轮上 他们望着岛上 热烈鼓舞欢欣的迎接时 不由得会心一笑 他从来 都是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性子 事情过去了 那些不好的过往 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作者 花雨池 自由撰稿人 检举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 专注女性成长与情感方面的写作 立志做一个努力写作 热爱阅读的女子 热爱文字之美 卖字为生 相信有一天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